我们的H4拥有世界专利 能做到轻氧免疫疗法 H4真正的产绩 黄金比例是73%的青 跟27%的氧 才能够达到治愈气疗的方案 在8月跟9月 让JN跟日本肿瘤免疫权威 侧慕存儿博士 就是她写的这本书 轻气免疫疗法 让癌症消失了的这本书 陪伴以告诉您和您的家人 您的朋友如何快速的提升免疫 打造能迎战疾病的身体 在这8月9月 我们会学习到 用H4活化立腺体 就能激活我们的免疫系统来抗病 第二 同修我们的H4的清氧抗炎 抗疫 抗坏的活性氧 跟避我们的癌症 抗癌 还有缓解这个抗癌过程的药疗过程中的一切的痛苦 那么还有第三 共修日常保健 养生剧牙安老的这个方法 发炎是所有疾病的这个源头 当身体多出发炎的时候 它会造成我们有得到慢性病的问题 那么清是最强的灭炎药 它可以灭掉所有身体的发炎 疼痛这些都可以灭掉 痒是最强的避炎药 它可以避开我们身体发炎的一个主要的方法 所以当我们是H4的时候 我们H4里面有H4的氢73% 痒27% 所以变成它同时可以灭炎 也同时可以帮助我们避炎 这样才能够可以 帮助我们最有效率的避开所有的病痛 要提升免疫力来治救呢 我们需要用到H4 我们的H4有3-in-1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应用这个呼吸的方式 来吸到我们H4的氢氧剂 来帮我们全身灭炎排毒和弊病 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选择喝这个H4水 喝或者震H4水 那么因为当我们在喝这个 我们的清凉水的时候呢 它就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消灭 这个消化系统里面的发炎问题 或者排毒 那如果是有些部分有疼痛 或者比如说我们有尿道炎 或者是我们有滋汤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H4水呢 正在这个疼痛的或者发炎的部分呢 你会看到很快这个已经发炎 或者疼痛的部分呢 就会止痛消炎的了 那么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H4物化器 这物化器呢 它可以制造含氢氧的新鲜工具 就如我们在这个冷气房里面 如果一直没有新鲜工具的话呢 那我们的身体也不会很健康哦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物化器来制造新鲜工具 给我们得到这个新鲜的清氧气哦 那么如果是说我们皮肤要皮肤美一点呢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物化器来碰在我们脸部 眼睛干的时候呢 干涩的时候呢 也可以碰在眼睛 那么或者是皮肤有这个疼痛啊 发炎啊 或者是过敏啊 或者痒的时候呢 也能够碰在这个皮肤上 它也很快可以缓解 那么所有所有的疼痛啊 棉感啊 或者红肿的问题 HETRO呢 清氧气 清氧水 清氧物呢 它最大的功能呢 是在你细了 或者用了一到三个小时内呢 可以马上达到灭咽的效果 那你就可以看到 止痛 那么 脂酸痛 还有水肿的问题 可以马上看到退肿 那么身体呢 疼痛的部分都可以缓解 还有疲劳可以马上缓解到 马上回复精神 那么发炎的地方呢 可以看到马上止痛 而且马上伤口会变小的一个现象 我们称HETRO是人工气功剂 我们只用这个HETRO剂呢 那么用纯水啊 就能够为我们制造出73%的氢 27%的氧 而且每个小时能够产70-75公升的 氢氧气啊 来给我们 就如我们做了气功式的这个效果 那么 人没有氧活不了 当我们没有氧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呼吸困难 甚至会缺氧 甚至有生命危险 人没有氢活不好 这就是说 当我们没有氢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里面的坏自由基 在破坏我们的细胞呢 也会让我们产生许多不舒服的症状 比如说疼痛啊 水肿啊 发炎啊 或者是酸痛等等的这个迹象 今天是Lesson1 我们来学习避流感剂退发烧制衣法呢 请大家自备HCD M1 M2 来练习以下这些退烧方式呢 那么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避流感 那么还有学习这个喉咙疼痛的时候退烧的方法 那么咽喉疼痛的时候退烧的方法 那么感冒的时候退烧的方法 小孩子退发烧退烧的方法 小孩退高烧的方法 打喷嚏的时候或流鼻水的时候呢 要停止这个伤风感冒的方法 那么还有克兽治愈法 所有这些方法呢 都会用到这个Netru非药物疗法 来帮助我们身体排毒抗发炎 还有避病痛的一个自然的方式 病毒预防呢 需要注意以下四项呢 出外的时候戴口罩 如果可以点上一两地的HDD365 效果会更理想 第二呢 请洗手 第三呢 保持室内通风 第四 随身物品要消毒 第五呢 配合公众场所要量体温 第六呢 就是我们要用肝洗手了 如果有出入境一定要通知咯 如果是发现发烧38度以上 那么有克兽的症状呢 立刻就需要去就医了 如果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每天早晚能含一到两粒的HV 抓走口腔或者喉咙里面的病毒 或者病菌呢 将会提升这个 预防的这个功能 最近呢 7月23号呢 我们有一场全球网上分享会 有关说 降低未来风险 就是肥胖病化症 与营养状态和病症有关系的医研报告 是由Total Diet Meal Detriven Europe 的学会主办的 是由Chair by Professor Tony 那么他们的这一个分享的是 有Professor Carrier 他分享肥胖与这个冠状病毒 第二呢就是Professor Mike Lin 分享肥胖与这个糖尿病 direct research 那么第三位呢是Professor Henning 那么就分享这个肥胖与股关节炎 就是我们的OA的 research 那下来呢就是Professor Sherrod 他分享肥胖与糖尿病 跟中东的Dylam 1的这个 research 报导 现在呢我们来看看 这个肥胖与这个冠状病 有什么关系呢 依据Professor Carrier讲 防疫高风险群有如下 第一群就是65岁以上的人 第二群人是住在养老院 或者是长期需要照顾的人 第三呢就是我们的 有慢性肺炎或者是哮喘的人 第四呢是有糖尿病的人 第五呢是免疫低下群 比如说现在在做治疗 或者也在吃药的那群人 第六群呢就是我们的肥胖群 就是ABMI超过40以上的人 风险会比较高一点 那下来呢就是严重心脏病者 那么还有呢就是慢性的肾炎 或者在洗肾的人 那下一群人就是有肝病的人 然后他根据他们的调查呢 黑人啊亚洲人和少数民族的风险 也会稍高一点点 根据Professor Carrier的这个分享 跟统计啊 所以因新冠病毒进医院的这个 百分之下呢就是血压高的人 有49.7% 肥胖的人有48.3% 那么慢性肺炎的人有34.6% 那么糖尿病的人有28.3% 那么有新血管病的人有27.8% 所以呢如果是以这种病症来讲呢 我们都知道用Cambridge呢 可以减15公斤就可以帮助减低这一些风险了 EG Professor Carrier的这个总结呢 他说肥胖会提高新冠病毒的死亡率风险 所以他的总结呢要防这个新冠病毒呢 肥胖者减重是医疗保健的重点 因为肥胖者呢是高为病发症的群 然后肥胖是高为住院率 然后肥胖者呢是比较容易变成寄性病发症 肥胖者呢是以减重为医疗的重点 所以如果肥胖者能够减重10到15公斤的话呢 就会减低这一个患上新冠病毒 进死亡的风险了 在这一场分享中呢 Professor Mike Lin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他讲二型肠料病的人的死亡风险 他比乳癌来的高 他没有人会想到 如果这些人只有10年的生存力 乳癌的人有80%的生存力 那么零八里的人有60%的生存力 那么二型肠料病的人只有50%的生存力 因为很多人以为二型肠料病是没有任何的伤害的 他是一个很普遍的一般我们看到的病 但是他讲风险呢 看起来二型肠料病的风险 还高过这个淋巴瘤啊 高过这个乳癌 综合Professor的分享 我们知道我们只要能够用Cambridge-15公斤 就可以帮助我们提升防疫的功能了 依据侧目博士的研究 我们每天只要CHO三个小时以上 就能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来帮助我们抗病毒啊 病菌啊 还有达到避开病痛的这个效果 那第一呢 当我们CHO的时候呢 他能活化我们的立腺体 这个这个是立腺体 那活化立腺体的过程中呢 他能够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因为我们立腺体是能源工厂剂 细胞内的电池 当他能够操作的时候呢 他能够产很多的能量给我们 保持我们的精神精力 在制造这个能量的过程中呢 他同时呢 也在排泄这个坏的活性养 那么当我们身体有坏的活性养呢 他就会让我们的细胞发炎啊 那么让我们生病啊 所以在我们CHO的时候呢 我们的氢呢 同样是能够帮助我们去除这些坏的活性养 来帮助我们避开病痛了 那当我们身体有这两个条件之后呢 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就会提升 那同时呢 身体呢就会产生这一个抗体啊 来帮助我们抵抗所有的病毒了 我们还可以用HCD充电法呢 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再加上除寒氏气啊 我们就是每天啊 坐在这坐垫上呢 20到60分钟充电呢 就能够帮助我们加强我们的免疫力 如果家里没有这个坐垫呢 可以放在这个位置呢 只要把两个石头放在这个位置 也是能够做到充电法 提升免疫力的那个功能 那第二呢 做完这个之后呢 如果能够补补肾 就是放在我们肾部呢 20到40分钟呢 效果会更加的好 更加的理想 如果家里没有HCD大机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M1或者M2 做霸疗能量法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是我们现在8号做5到10分钟 那之后做7号做5到10分钟 慢慢的6到1号 就是每一个步骤呢 都做5到10分钟 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 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了 当我们还没有用到HCO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营养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那么我们如果体热的人呢 你可以吃Retan 每天一至两包 来排除你身体里面的自由基 来帮助你解毒 帮助你消炎 帮助你退烧 如果有发烧的话 它可以帮助你退烧 那如果你的身体是体寒一点 就是怕冷一点的呢 你就可以选择M Plus 那么就帮助你 帮助你什么呢 帮助你补充你的这个齐全营养 同时补充你的精神 还有解你的毒素 帮助你防止发炎 每天吃一至两包就OK了 那么这两个是帮助你解毒的嘛 那么Record呢是帮助你排毒的 因为它能够帮助你把已经解了的毒素呢 从身体的细胞里面排除体外 那么同时呢 加强保护我们的细胞 使到我们能够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来对抗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所有的病菌 或者病毒 每天吃一至两包就OK了 要提升免疫力的这个营养呢 也包括每天吃一至两餐的这个Cambridge 同时呢 每天吃一至两包的Beauty 来提升这个皮肤跟黏膜细胞的健康 同时呢 也每天喝5到10cc的这个Lice Spark 来维持我们的皮肤黏膜细胞 还有神经细胞的健康 这样呢 就能够提升到我们的免疫系统 来帮助我们抗病毒或者是病菌 如果大家有看到这种常见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症状呢 就必须要马上去医院就医 第一有发烧超过38度 第二呢 咳嗽 第三 呼吸困难 第四呢 腹泻或者有脱水的现象 那么这些症状如果出现了之后 下来呢 就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症状 比如说变成肺炎 肤细急促 严重的症状 那么还有肾功能衰竭 甚至会面对死亡 所以有这种症状 就是常见的症状 这四个症状呢 就需要马上去医院就医了 当我们发烧时候呢 可以看了医生之后 应用Latero非药物疗法来补助退烧 以下是介绍各种补助退烧的治愈法 那么大家可以再自备HCDM1或M2 再加上可以准备 Soothing Oil跟Relaxing Oil Soothing Oil是属于冷油 Relaxing Oil是属于热油 所以变成呢 我们等一下一起做这个workshop 我们的免疫力最高的体温呢 是在36.5-37摄氏 正常的体温是36-37.3 低烧的时候呢 是量到37.4-37.9 那么中等烧的时候呢 是38-38.9 高烧的时候是39-41度 那么超高烧就是41度以上 那么专家说呢 我们原本我们的标准体温是37度啦 那么经过这100年来 我们体温已经降到0.4 所以一般上呢 能够维持到37-36.6 就等于说你的免疫力还是很强的 第一个如果免疫力下降1度 那我们免疫力就能够下降30% 那体温每升1度 那免疫力就会增加到5-6倍的这个效果 发烧的时候呢 看了医生后呢 就可以用这个辅助疗法来帮助他退烧 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观察注意符合以下4个状态 第一人还有精力 比如说小孩发烧时候 还有精力的在玩 第二人没有肌腹的大疼痛 第三还能睡觉休息 第四人还有胃口 只要有符合这4个条件呢 就能够继续用这个辅助退烧法 那如果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到 发烧已经烧超过38度以上 还盼有这个疲惫很累很累哦 全身无力 呼吸忌触 呼吸困难 还有记不疼痛等等的迹象 就需要再去医院马上救医 应用Netro快速消炎退烧法呢 退烧之后呢 还需继续消炎一个星期 才会稳定下来哦 第一个呢 我们要用这个HO CHO3个小时 如果吸了3个小时之后呢 还没有完全退烧呢 可以继续5到10个小时 那知道它退烧 就等于说你知道已经灭烟成功了 那么当然第二呢 可以喝HO水啦 如果家里有这个HOO制造剂的话 可以喝HO水 当我们喝HO水就好像替代了这个 我们所吃的凉茶啦 消炎的水啦 将身体里面的热啦 里面的毒素啦 全部flush出来 那么在这段时间 如果是可以吃一至两餐的 这个Cambridge呢 那么效果会更好 因为它会减少我们的消化系统的负担哦 那么在第三呢 可以吃Retum,Record和Budy各2到6包呢 就是我们吃R-time的时候 当我们发烧啊 我们吃R-time的时候呢 它能够解毒 能够消炎 能够退烧 那么当我们这个解毒消炎退烧之后呢 我们细胞需要排毒啊 把那个毒素啊 热啊全部排出来 所以当我们吃R-core的时候呢 就能够帮助我们排毒 保护我们的这个细胞 那再加上呢 因为我们的病毒或者是病菌啊 很容易侵犯我们的器官嘛 所以当我们补充这个粘膜细胞的营养这个Budy啊 那么这可以防止这个病毒或者病菌啊 再一次的侵入我们的身体啊 那么也达到了这个防病 这个防病退烧的效果了 那之后呢 我们可以用Lice Spark了 每天喝一大匙乘两次 就是每天吃两次的Lice Spark 来提升我们的能量 提升我们的这个神经细胞的这个保护了 再加上呢 我们口腔里面有很多的病毒 很多的这个病菌 还有很多的毒素 那我们可以每天啊 用Lice Spark两次啊 来帮助我们排毒 清理我们的口腔里面的病毒 还有口腔里面的病菌 去减少我们发炎 跟这个发烧的这个激励了 当我们发烧的时候呢 我们就一定要用R-Time来退烧了 当我们退烧之后呢 如果身体的体还是很热呢 我们就可以继续吃R-Time到一个星期了 那如果是说退完烧之后呢 感觉到体虚呢 我们就应该换去吃iFood了 到一个星期了 那如果是感觉到体寒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换这个M Plus 吃M Plus 就是一个星期 来稳定我们的这个消炎的这个功能 来使到我们的烧能够稳定的退下来 喉咙疼痛气发烧的治愈法如下 第一我们做这个Nature快速消炎退烧法 那么第二呢 我们可以增加用HCDM1或者M2 做在安柔在我们的烧香蟹 烧香蟹是我们的大拇指甲边的这个点 那如果是喉咙比较疼痛或者发烧比较高一点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采血针来放血 在我们的这个烧香蟹这个部位放血 那么你会看到喉咙疼痛呢 跟这个退烧的会比较快一点 喉咙疼痛也会快一点退下 那么当然我们如果是喉咙很不舒服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HCDM1或者M2呢 放在哪里痛放哪里的这个概念里面呢 就是寻找我们的喉咙的部分 哪个地方痛你就放这个M1或者M2 在那个疼痛的地方来帮助你止痛消炎的话呢 这样的做法也能够很快速的帮助你 减轻喉咙疼痛跟退发烧 咽喉疼痛即发烧的治愈法如下呢 第一个我们做NATRU快速消炎退烧法 第二呢可以增加用HCDM1 M1或者M2 按揉在伤阳穴 就是我们食指的指甲边的伤阳穴 那么按揉 按揉帮助我们把这个咽喉疼痛跟发烧呢 退下来 如果是烧是比较高点 咽喉疼痛的比较严重一点呢 就可以选择放血了 就是用这个采血的方法呢 在这个伤阳穴这个部分呢 放血一两地的血呢 这样就可以很快的帮助我们 消退这个咽喉疼痛跟发烧的问题 那当然呢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HCD 寻找我们的咽喉哪里痛放哪里的方法 来治疗这一个疼痛跟这个退烧了 那你就可以去寻找痛点在哪里 就放M1或者M2 在我们的这个疼痛的地方呢 帮助我们消咽退烧了 因感冒看了医生之后呢 那么可以应用这个感冒发烧治愈法 那么就是第一也是用回这个 快速消咽退烧法 第二呢 可以用HCDM1或者M2 在这个耳尖上 按揉 就是按揉 或者是在这个耳尖上放血 放一两地的血 这样可以帮助这个感冒发烧呢 快速的退烧了 小孩发烧看了医生之后呢 我们可以这一个 用这个小孩 普速退烧治愈法 来帮助他加速退烧 第一呢 我们可以作为 natural快速消咽退烧法 OK 可以用HO 然后第二呢 发烧如果超过37.4到39 可以用HCDM1 37.4到39 HCDM1 那么用查了Relaxing Oil 这个Relaxing Oil 这个红色这个 查了Relaxing Oil之后呢 就是从这个M1 或者M2 从手腕往下推 叫做小心天和水 那么36下到100下 那之后呢 我们要补回阳气 就从我们的这个屁股这边捏肌 往上捏到这个颈部 6次以上 这样呢 这样的做法呢 就可以帮助 已经发烧37.4到39度的小孩呢 快速的降烧了 那如果小孩已经发烧 超过39度以上呢 我们就可以用大清天和水啊 就是还是用M1 M1或者M2 那么我们可以查这个 Suling Oil是凉的嘛 Relaxing Oil是热的嘛 所以我们就查这两个餐半 一半一半餐 那么查了这个Suling Oil Relaxing Oil之后呢 才用M1或者M2 就是大清天和水 就是往上推 就是从手腕 推到我们手腕 36下到100下 然后呢 就倒捏肌 倒捏肌 就是从颈部这个地方呢 捏捏捏捏捏捏捏到下来 我们屁股啊 这样的做法呢 重复6次呢 就可以帮助 发烧39度到40度之间的小孩呢 快速的降烧 这个时候呢 如果是我们要帮助小孩更快最烧 我们可以给他一天一到三粒的这个Hof呢 含在口腔内呢 把口腔啊 喉咙里面的病毒跟这个细菌给抓走呢 有帮助他们提升这个抗病的这个能力了 然后小孩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因为他的免疫系统还在操练的过程中 有时我们会看到他们有发烧 退烧多次 来回来回退烧多数的现象 这是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在操练的一个过程的一个表现 只要烧不化不要超过太高的话呢 他还是安全的 然后发烧超过38度以上呢 就一定要去看医生就医 因为这个尤其现在这段时间呢 是一个非常时间 当我们不断的打喷嚏流鼻水 想停止这个伤风感冒的方法呢 就是第一先做我们NECRO快速消炎最烧法 这个方法目前来看是最有效最可靠的一个方法 但是有时我们人在外还没有来得及回家用HRO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M1 M2按揉36下 B C D E这些部分 B呢就是说我们按揉我们的中指到我们的手腕这个部分呢 按气寒点帮助我们气寒 第二呢按气冰冷点帮助我们气寒 那么之后呢按我们的闭孔以下两个射位 可以用手指或者用M1来按 按两个射位 那么按了之后你就会看到你的闭水就会停了 那再按我们的鼻翼两边 那梳理啊 梳理给那个流鼻水的问题可以停止掉 之后呢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捏肌咯 就是从我们的屁股这个位置呢 捏捏捏捏捏捏捏上到我们的这个颈部 最少做六次了 这样做了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这个鼻水啊 就会停了 那么再加上如果是可以喝 给它一个温水袋 或者喝黄糖老姜汤 或者是葱白水 葱白水就是我们的青葱啊 我们有根部嘛 根部一起煮一个水啊 煮10分钟到15分钟呢 煮成水给它喝呢 就有助于它发汗气寒了 这样它的这个寒气气掉呢 它就会停止伤风感冒了 那当然如果是说家里有这个HCD大机的话呢 你也可以用这个做电视的充电法呢 再给它做20到60分钟呢 也有效的帮助它气寒室啊 当我们的气管粘膜发验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的肺部粘膜发验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发验的过程中 会分泌出很多的痰 然后客寿呢 就是帮我们将这些存在肺啊 或者存在气管的这个痰呢 给它清理出来的一个表现 如果客寿看了医生之后呢 可以普助用这个客寿治愈法来帮助我们啊 那么尽快把客寿处理好啊 第一我们还是做回我们的トゥル快速消炎推烧法 第二呢用我们的HCDM1安柔或者梳理我们的颈或者胸部 第一先从我们背部 这个颈到这个胸部呢 往下拉往下这个梳理 那之后呢就是肩膀往外 往外梳理 梳理每一个步骤梳理36下了 那之后呢我们就用我们的胸前的这个颈部 颈部往下梳理 梳理到我们的胸这个部分 就是往下啊 那之后呢在前胸这个地方往横梳理 把这个痛点全部梳理好 那之后在我们的这个鼻子翼旁边啊 找到痛点呢清柔 让它痛点完全清掉为止 那在我们的颈部的这边啊 那在我们的颈部的这边啊 往下拉往下梳理呢 有助我们的颈部淋巴排毒了 那第三呢可以用LiSpark 每天速度两次呢 能够快速的帮我们清弹 这样会帮助我们克兽早点自愈了 当我们克兽一直不能够断根的时候呢 用HD充电来排除我们的寒四气呢 清弹呢效果是最好最快的 那我们只要在每一天哦 载着我们的HD大机 用我们的HD大机 那么用做电视的充电法呢 20到60分钟呢 你就会发现到你身体的寒四气哦 那么就会排除掉 同时呢 那个弹也会越来越少哦 如果家里没有这个电的话呢 可以采用这个方法 就是用一个在下腹 一个在更下腹的地方 这个方式也能够帮助我们做到 这个排寒四跟清弹的作用了 那做完这个之后呢 再补做一下在我们肾部补肾 因为肾部呢 是能够帮助我们 加强我们的抵抗力 还有加强我们的排寒四 跟这个清弹的这个功能了 所以你就放在这里 20到40分钟 这样你就会看到这个弹 很容易被清干净了 要避开病痛啊 我们每天做Network排毒抗发院的保健法 如下 第一呢 每天做HO3到5个小时 第二呢 每天吃一至三餐的Cambridge 第三呢 每天用吃LINE SPARK5到30cc 第四呢 每天吃R-Time,Record, M-Plus, Beauty 各一至两包 第五呢 每一个星期做一次到两次的进肠 用CEG做进肠 第六呢 每天可以用HCD来保护我们的器官排毒 跟保护器官的健康 第七呢 平衡我们的情绪 那么我们可以用静坐或者是CHO 来帮助我们平衡我们的情绪 使到我们身体能够保持到健康 来避开病痛 应用Network非药物疗法呢 主要是来做排毒抗发院 来避病痛的这个效果 那么最高效率的排毒抗发院的这个方法呢 是用HO 因为HO能够排坏的自由基 去排我们身体里面的酸毒 达到灭咽那么避病痛的最好的效果 第二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HCD的产品 那么HCD呢 可以帮助我们排行制毒 疏通我们的经络 帮助我们做肌部的止痛的效果 那么第三呢 我们可以用Cambridge 因为Cambridge有Step1 andStep2呢 它能够启动自觉系统呢 来帮助我们排除老旧细胞 排除我们的老旧毒废物 那么同时可以补充齐全的营养 给我们身体护炎 那么第四样呢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呢 就是我们的LifeSpark 那么LifeSpark 能够排除血液里面 所有的血液里面的垃圾 那么补充神经细胞营养 那么帮助我们维持五脏六腑的健康 所以我们只要记得在我们要保持健康的过程中呢 常用这四个方法呢 就能够达到这个排毒抗发炎 必病痛的效果了 下个星期三 8月12号 是我们的Lesson2 那么这一个Lesson2呢 就会分享啊 疫病还有这些疫毒病菌如何防啊 在家里能做的七个习惯啊 来达到自救避病的效果了 我们会学习到活化免疫细胞的方法 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到 免疫系统一定要平衡 如果免疫系统太强 他会给我们麻烦 免疫系统太弱 他也会给我们生病 那么第三呢 减少所有的疾病的根源啊 我们也请到这个线上嘉宾亲生说法 就是Julie Dung啊 来跟我们分享自救避病的这一个方法啦 有兴趣体验我们HO的这个效果的人 可以打电话一夜来到我们的Otachi Center来体验 那么有兴趣多了解1to1Diet的人 也可以联络我们去多了解这个产品的效率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